听说淑妃妹妹前几日不小心落水 不知身子可否好全了呢 我不是在相亲吗 我怎么会在这儿 上亿以前抢我母妇的恩宠 现在父皇已经不要你了 看谁还管你 你别跑 别追我 跟我回来 别跑 别跑 站住 这是哪儿啊 这是皇家幽化园啊 我有那个大兵 我告诉你这是哪儿干嘛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你谁啊 你追我干什么 嘿嘿 装傻是吧 看我不把你打得真傻 你当我傻呀 你要打我 那我还不赶紧 跑 别跑 别追了 站住 快 快 不要跑 救命啊 怎么样了 红颜抓到人了吗 启禀皇后娘娘 看样子 太子并未抓到淑妃娘娘 还不去帮忙 是 站住 你别追我了 跑啊 你追着跑啊 不能跑啊 不是 你当时先给我一个 心甘情愿挨揍的理由啊 你老酒还挺多 啊 啊 啊 劳烦皇后娘娘记过啊 这还好呀 只是水浅着了梁 这要是水深 臣妾恐怕就无缘见到各位姐姐了 昨日 是妹妹顶撞了淑妃娘娘 请娘娘给挑活路 您是太后的外淑女 只要您一句话 妹妹恐怕 小命不保 哎哟 这是怎么了 真正 真正 不敢 不敢多言 不是 你这戏也太过了吧 这里人多眼杂 重口重词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仗势欺人呢 是啊 是啊 人家淑妃妹妹 毕竟是皇上的亲表妹 太后的外甥女 必然是懂规矩的 若婉仪啊 你就起来吧 皇后娘娘说得是 臣妾一定遵守公规 绝不会是那种 使阴招耍手段的小人 起来吧 倘若娘娘 能逼得平日里身体娇弱 处事谨言慎行的柔婉仪 当众哭泣 你这不是仗势欺人 又是什么呢 淑妃娘娘 就跟众姐妹说道说道呗 你平时多么地遵守规矩 才能如此行事 劳烦淑妃教教我们呗 教了 本宫与皇后娘娘说话 你随意插错 其为罪义 教会众妃 乃是皇后娘娘之策 你这话何以 其为罪二 身为妃尾 竟敢出演鼎庄本国 其为罪三 这就是规矩 赏你一个巴掌 算是便宜你了 淺青 你我同为妃尾 应当平起平坐 凭什么打我 是吗 圣旨到 圣旨到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淑妃浅世 品行端正 贤良淑德 今特封为淑贵妃 钦此 贵妃娘娘 还不接纸谢恩 臣妾接纸 叩谢皇恩 我再告退 臣妾自知 惊扰了皇后娘娘 向皇后娘娘 叩头谢罪 这本该啊 在娘娘面前 跪上一个时辰的 可是太后一早 听闻这个消息 这急着派人 我先催臣妾过去 臣妾 便不打扰皇后娘娘了 皇后娘娘 臣妾也告退 这宁妃和柔婉姨 肯定是得了皇后的命 才敢针对贵妃娘娘 不过娘娘放心 本宫和娘娘是一条心的 妹妹多谢姐姐好意 妹妹若是无事 不如去我宫里坐坐 太后那边 改日改日 我想起来了 宫里还有些要事 就不讨扰贵妃娘娘了 臣妾告退 可算走了 我都尴尬的说干三十一厅了 三十一厅 嗯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